为了鼓励生育 在新北市政府提出五天的产检假之后 劳动部长潘世伟昨天在立法院指出 将会尽快修改劳保条例 把生育给付从现行的一个月提高到两个月 最快这个会期就会完成修法 台湾少子化严重鼓励生育措施再加码 不分来日立委都支持把劳保生育给付 从现行一个月提高为两个月 劳动部长潘世伟五号上午被讯时也承诺 最快这个会期会送立法院完成修法 生育太少 他们的补助好像是从一个月改成两个月了 基于平等的原则嘛 是不是我们劳保也是该这两个位 委员的建议非常好 那刚才我听部长讲也期待朝向这个方向走 甚至已经以具体的承诺 然后你连概括的预算规模都算出来了 31亿嘛 你的建议是什么时候 是今年度的年底 应该这个会期面就可以处理了 主观以劳保最高投保薪资43900元来算 生育几负变两个月 生一胎劳保最多可以领将近9万块钱 加上56天的有薪产假 等于可以领将近四个月的薪水 立委认为这样才能真正达到鼓励生育的目的 而劳动部也预估一年增加薪费为31亿元 另外针对新北市政府首创全国提出产减价 陪产减价及延长陪产假的利多 有立委也建议劳动部跟进 因为新北市提出的陪产假从三天延长为七天 但后四天不挤薪 因此王玉敏建议要挤薪才能让人民有感 希望劳动部带回去演绎 记者玄子陈保罗台北报道 目前没有使用e-tech的驾驶人 高工局决定从4月开始到超商缴费 不用再付5块钱的手续费了 不过这一笔超商代办费 以后到底是由政府还是远通来买单 到目前双方还没有敲定 在超商的事务机输入车号列印缴费单 就因为这个动作 非e-tech用户到超商缴钱 还得多付5块钱的手续费 虽然说手续费是付给代收的超商 但远通直营门是不足是事实 因此高工局决定应立院的要求 4月1号起民众免缴手续费了 我们会找超商来把账单开给我们 我们来支付了 政府买单啦 然后给他打官司解决啦 没有没有政府买单 我们会把他委办费抽出来 高工局表示超商代办一年费用要上千万 依照跟远通的合约 其实是民众应该负担 如今应立院的要求不跟民众收 只好先从远通的委办费来扣 不过以后这笔钱谁来付还得再协商 规定是民众来负担的 那现在有情况也不一样 在合约之外的议题衍生了 我们会持续跟政府来沟通 协商来厘清相关的议题 事实上除了超商的手续费 每个月寄给非e-tech用户的缴费通知 平行邮资也要超过三百万 到底是由远通还是政府来支付 目前也还在协商 高工局表示 如果协商没有结果 不排除提出诉讼 才不会落得全民买单 记者林正午郭俊玲台北报道 从春节前开始 猪肉价格就一路往上扬 农委会主委陈宝基表示 不排除让各地的肉品市场 周休二日 以避免哄抬猪价 今天来到新北市肉品市场交易的猪只 重量上碳一百三四十公斤 比平时一百一十公斤还重 市场秘书指出 其实每天交易量并没有减少 只是最近受到小猪下例疫情影响引发预期心底 农民喜售想要追高价格 造成每公斤交易价标破八十元 不过现在价格又已经下降了 实际内已经回稳下来了 已经跌了两三块了 我相信这会慢慢价格会回稳下来 为了抑制涨价 农委会协调台糖再释出两千头猪 也要求冷冻工会先减够一成五的量 约五六百头 现在又传出业界建议 应该把肉品市场交易 从周休一日调整成周休二日 肉品市场表示还要开会讨论 而养猪协会则无奈表示 难得价格比较好 政府又把矛头指向他们 非常无奈 对消费者才是很抱歉 已经连亏了两年了 猪价上涨才想到养猪行业 然后又又是用责备的语气来怪我们 猪肉价格上涨 公平会也承诺会介入调查 是否有人为哄台 肉品市场是否改成周休二日 农委会主委陈宝基上午表示不排除 但会先评估有没有效果 接下来的你们陈立峰台北报道 台湾哪个地方的人民最长寿呢 根据最新统计发现答案是在台北市 而平均寿命有82.66岁 公园里有不少老人家做运动 不仅可以强健身体 还可以达到延年益寿 根据台北市主记处去年调查发现 台北市的民众寿命最长 这可能跟老人家的居家医疗照顾品质提升 有很大关系 最主要是我们在长照服务里面 我们提供了14项的服务 那这里面还有包括三项是我们手上 比如说像居家营养的服务 还有居家呼吸治疗的服务 还有个居家药室的服务 沃先生局表示台北市民去年平均寿命 达到82.66岁 是全台寿命最长的县市 其中65岁以上老人有36万2000多人 占全市总人口比例的13.5% 百岁以上人润也增加为694人 不过反观台东县 因为医疗资源不足 平均寿命只有74.41岁 是全台寿命最少的县市 要下来看一趟病 他可能要花一个小时的车程 然后才能到达医院 所以他们在取得医疗的资源上面 其实没有像台北市那么的丰富 面对城乡差距 民间团体建议政府应积极推动 原住民及里岛地区 医事人员培训计划 以要加速偏乡地区的网路平欢 让医疗影像及病例 可以透过电脑云端系统 获得医疗上的协助 这样才能让老人家活得长寿 也活得健康 记者赖水明徐启峰台报道